貼上去 然後在牆上啊 在地上啊 在...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雪蘭芳 歡迎收看Dr.氏 女人我最大 有一個愛情兩性的專門活動 就歡迎大家提供你們的愛情故事 那今天呢 我先提供我們Dr.氏的編導 朋友的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在我們的周遭 甚至我們自己的身上 其實都很常發生 那有一個男生呢 他跟他的女朋友在交往 在前三個月第三個月的時候 他很認真的思考 到底要不要分手 那為什麼會讓他思考 陷入思考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三天一炒炒 五天一大炒 那重點不是吵架 而是吵架的原因是 因為女朋友常常問他 為什麼你沒有問我早餐有沒有吃 為什麼你沒有問我午餐有沒有吃 為什麼你沒有問我晚餐有沒有吃 為什麼你睡覺前忘記跟我說晚安 為什麼今天下大雨的特報 你沒有關心我有沒有帶雨傘 女生覺得男生沒有關心他 男生會覺得我不是不關心你啊 只是關心 有必要從早餐午餐下午茶 晚餐像藥一樣這樣問候 那兩個人因為這樣子有了嫌隙 甚至嚴重的會因為這樣子而分手 這個其實事件不是重點 不是說你問候了早餐就沒事 問候了午餐就沒事 或是你接受上下班就沒事 重點是他想要知道 他在你心目中 你到底重不重視他 你愛不愛他 他要知道他在你心目中 你是很在乎他的 這個其實才是女生問這些問題 最重要的目的 他不是要找你查 很多男生會覺得說 你又要找架吵了是不是 你又要開始找查了是不是 有沒有餵有這麼重要嗎 飯肚子餓就吃啊 那你累了就休息啊 之類的 我想要跟男生講的是 當然對男生來說 這個是比較直線條的情感 你們會覺得說 這個到底有什麼 但其實 當女孩子下次再問你 你覺得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往深一點想 他想要知道的是我在乎他 所以你可以解釋一下說 我中午不是沒有問你 因為我今天中午太忙了 那你有沒有吃 你有沒有餓著了 你可以直接跟你的女朋友說 不管我今天有問 還是明天有沒有問 其實這些小事情 我有時候會忘記 但是請你要知道 無論如何 你在我心目中 都是我最重視的人 講到這個問題的話 就很多男生都會 跟女朋友吵架的時候 就用做愛 做完愛是不是 氣就會消了 問題就會解決 我覺得 我覺得床頭吵 床尾盒 這個真的要看人 有些人的確是 你吵一半 然後就是那種 壁東形的 偶像劇類的 貼上去 然後在牆上啊 在地上啊 在哪裡啊 也許你們真的可以 因為這樣子就 都忘記剛剛發生什麼事情了 因為我剛說了 有時候 我們就是女生要的 就只是 你對我的在乎 但是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用 正在吵架 我還在問你 為什麼不關心我的時候 你就把我督到牆壁上接吻 你在什麼意思啊 我在問你在不在乎 你請什麼意思啊 床頭吵 我們剛剛和好了 為什麼不能做 另外一個就覺得 我們才剛吵完架 你就要我跟妳做 我心情都還沒平復耶 就會有這幾種情況出現 所以就是 看人 等問題解決之後 看你們當下的氣氛 如果OK的話 兩個人當然可以有一場 美好的性愛 但是有一些人 我之前有講過 有些人會因為吵架 他必須要有兩三天的冷靜期 他並不會因為吵完架 就覺得床頭吵 床尾會很合 有時候會因為這樣子 再另起一波爭吵 床頭吵 床尾合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請你還是要了解 你自己的個性 跟了解你的伴侶 還有你們之間的互動 到底是不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女人我最大 你不能幸福的理由 中文活動開始囉 你可以上 女人我最大的官網查詢 希望大家多多踴躍 分享你們的愛情故事 無論是開心的 難過的 難忘的 幸福的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有機會的話 你的故事 會被拍成電視劇哦 也有機會獲得獎金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 無論疫情還是有沒有疫情 都要幸福 拜拜 希望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分享 訂閱 分享 訂閱 按讚 留言 開啟 小鈴鐺